苦等37天 终于盼到第二波 从武汉反台包机夜冲国门 缓缓驶入鸡棚 离家更近了些 两架包机 华航东航台路共航 回到家乡迫不及待 探头看向窗外 记录着等候多时的一刻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亲自到场迎接 确定防疫滴水不漏 警疫人员做足防护严阵一带 不过东方航空并没有强制 佩戴防护装备 有人没戴面罩 多数则是为了自身安全 戴上面罩 但返台过程一波三折 还有意外插曲 原地华航CI542包机 10号傍晚5点 就要离开武汉天河机场 却沿车了4个多小时 晚上9点43分才起飞 一直到晚间11点37分 返抵国门 连带影响下一架的 东方航空MU787E包机 隔天11号凌晨2点13分 终于起飞 4点离清分抵台 经过两个小时的 缜密检疫 才前往检疫所 开启14天的隔离期 包机进度大延误 是因为华航包机 原定再返202人 扣掉11人 没有报道 现场又有18人 不愿意配合检疫 剩下的173人 原本已经登机 却发现两名乘客发烧 加上陪同的家人 4个人必须立刻 请下飞机 之后将包机 划回停机坪检查 最后169名乘客 被拖延超过4个半小时 所以最后顺利 返台的乘客 总共是华航搭载的169人 加上东航载回的209人 总计361名国人返台 通通有22辆游览车 分送北台湾三个检疫所 隔离14天才能回家 距离前一波包机 等了足足37天 即便过程插曲不断 现在只盼能够平安度过 14天隔离期 放下心中大石 回到温暖的家 记者综合报道